所以我们今天看电视南部淹大水 到底我们的台湾同胞还是非常好的 非常优秀的 他们能够在水上滑独木舟 苦中作乐 苦中也能作乐 屏东帮聊那边的养殖场的鱼 全部跑出来 街上还可以抓鱼 这也是很快乐的事情 抓鱼 抓鱼 这个马路上就可以抓到鱼 又可以淹大水的时候 可以发个东西 发出来这样子苦中作乐 人生要有这样子的境界 不为淹水而苦恼 能够在水中苦中作乐 这个叫做不为外向所影响 不为外境 环境 什么样子的变化所影响 心不乱 他自然能够宜然自得 坐看引起时 看着鱼 看着雨下来 看着烟大水 就像孔子那个时代 那个烟灰是吗 烟灰是吗 外面下大雨 里面下小雨 那么他能够在这个时候 也能够在那边弹琴 不为外境所影响 外面下大雨 他的家下小雨 他能够 也能够弹琴 这种人不是很多 能够这样子的 六祖说 这个叫做禅丁 因为我们修行 就是要修到这样子 不受外面凡尽所影响 师尊也能够做到 不受外面凡尽所影响 总管外面 轰轰一语 总管外面 人云一云 总管外面 义而传而 总管外面 总管外面 通通都是谣言满天灰 我才不管 我还是睡我的大头觉 我没有失眠过 听到什么消息 当然很多消息的 这个bad news so many so many bad news so many many 的bad news I don't care I can't sleep in I can't eat the food 我什么都可以 不管你讲我什么 我照睡我的大头觉 照吃我的饭 我照出我的 今天中午又去吃猪脚 每一次要来这里 猪脚饭最快 最快 最easy 最快 能够早一点到台湾雷胀市 我照过我的日子吧 如果你们做一外相 那么你们心里就乱 心里就乱了 修行就不成 你们根本没有写到禅定的功夫 一定要写这个禅定的功夫 什么叫做禅定的功夫 你心不乱 外面环境不受影响 这个六祖的本意就在这里 你本性自尽 自己已经很亲近了 自己也在禅定之中 这个就是禅定品 最重要的一件事 但是不能空口 说白话 我们不能空口说白话的 其实你心里很乱 很害怕 很忧愁 很痛苦 但是你说 我很禅定 这样就不行了 我有禅定 你必须要真正表现你一个禅定人的 那一种快乐的心情 佛在这人世间 不能空口说白话的 人家有一个电影明星结婚的时候 他一个好朋友跟他讲 对不起啊 你这次结婚 我不能来参加 因为我有议定的行程 所以我不能来参加 你的结婚典礼 那个隐形 跟他讲 那不要紧 我下次再结婚的时候 你再来参加 你看这个隐形也是很乐观的 对不对 他的结婚不是只有一次 他很随意的 很随意 我想结婚就结婚 他这一次结婚 你没有来参加 没有关系 下一次结婚 你一定要来参加 这个话中有话 表示啊 他I don't care 他无所谓的 我还是会这样